所以你回去的话 他本来就跟你全都像有电话联系的 到时候的话 他又会给你死坏 所以说这个年 我觉得你不要回去 你跟那个 就是 就是 现在 就是你现在 你的老板嘛 对不对 王飞哥 你好好跟他在一起 等一段时间之后过完之后 你再 感觉可以处理你家里面的事情了 再去处理 你回去的话可能 你回去的话可能你再也没有机会 回来跟王飞在一起 这是我的 那个 我给你的一个建议 不要冲动 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失去了 你很难找回来 你知道吗 懂不懂 你一定要跟王飞飞哥在一起 我们都很看重你 王飞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凭他交流和他的 他的处理事情 我们 我们粉丝是能看得到的 其实一直很想连你 但是呢 人很多 所以说呢 连不上 知道吗 你确实很可爱 我们作为粉丝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你 但是最怕的就是 最怕的就是你 你因为你是农村的孩子 所以说你不敢去 不敢去选择 有些时候 小小这个人 我跟你说 小小这个人就是什么 他马上说的话 他不敢承认 他都不敢承认 然后他老是在外面死坏 你知道吗 其实你知道 每一次王飞一出去的时候 你就会遭殃 你就会被他 什么想方设法的去说你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得到的 只是说 因为人太多 有时候你看不过来 懂不懂 所以你看每一次 为什么王飞只要一走了 他就出现在你面前 什么东西都跟你说 而且 说一些挺不尊敬的人的 的一些话 所以你 所以你一定要什么 你一定要听王飞的 然后 一定要跟王飞在一起 一定跟王飞在一起 知道吗 就是回去的这件事情 是这样子的哥 就是王飞哥 让我先不要上班 就先待两天 然后等他确定好退骨 或者不退骨 如果说他不退骨的话 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吗 但是如果退骨的话 他全是这么多 哥你那边有点吵 有点吵是吧 现在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现在 现在听到了 听到了是吧 我跟你说 就是王飞 他出你的事情 他能 不卡呀 我对你听得到啊 听到了 现在听到了 王飞 你知道为什么小小每次都刁难你 你知道吗 你太善良了 而且你每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 你的善良带不来 带不来安全的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 你该硬起来的时候 你必须硬起来 你不要怕 你的善良是带不来安全的 你越善良 人家越骑在你的头上 知道吗 现在为什么小小又要给你打电话 为什么要给你连线 他就是有 他就是有很多 心里面就是老是死坏 你知道吗 他其实那个人 我告诉你啊 真的 小小那个人 如果他没有这些坏心眼的话 他是一个好女孩 但是他的坏心眼太多了 坏心眼太多了 你就 你删当一次 你就不能再删到第二次 懂不懂 你一定要听王飞的 王飞 做什么 你在后面 把他的后登做好 一 就是你不管有什么困难 你一定要跟王飞说 有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跟王飞说 王飞的事情 有些时候可能你还解决不了 你尽量站在他的那一边 他做什么 你只要做他后登就行了 我现在就是等着王飞哥嘛 就他解决的怎么样 然后现在目前我没有上班 就是因为王飞哥说 他不在公司的话 就让我先不要去上班 对 现在你你一定要听你听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听王飞的谁给你谁给你只要是小小还有谁跟你联系的说什么东西你都不要理他 他就是他每一次都是很奇怪的就是每一次只要是王飞王飞不在他都会想方设法来来搞你 想方设法来搞你 而且他最离谱的一点是什么 他在王飞那里说一说一套在你这里说一套然后王飞只要是到面前来他马上不承认 你知道吗 这种人是很阴险的特别阴险 也就是说他不敢担当 知道吗 小小那个人我都看了 他这一辈子 我告诉你 我说他有多大的能力我不知道 但是在感情这一块他永远都是输家 知道吗 因为他心态不正你知道吗 每次都要想搞你每次都是都想去破坏你知道吗 他但凡有一点点像你的这么好这么温柔这么有心态 这么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摆正的话 我告诉你小小确实是一个人才 但是他那种行为现在我看每一个粉丝都能够看得出来确实真的很小人 你知道吗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我可能不能跟你说的时间太长 就是王妃可能他会走他会有一段时间低谷的时间低谷的那个状态 你一定要给他一定要鼓励他一定要给他一个精神状态的支持 不管王妃他现在退股或者不退股 他退股了可能他会走一段很艰难的生活 这个是需要你陪伴的 知道吗 感情和事业 你们都要进行的去营业 比如说喜欢王妃 王妃喜欢你 两个人一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 然后王妃走到低谷的时候 你陪伴了他 你多给他的一些快乐和开心 他这样走的话 他再有多大的烦恼他都不回 就是 没事的 其实有些时候能够看得出来 你本来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你又说不出来 这是每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有限 但是想法是一样的 只要是你 有些时候不一定你能够说的那么好 只要你能做得出来 就证明你已经说出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我们作为你的粉丝 我们是尽量尽可能的把不好的东西跟你说 比如说是给你带来的一些其他其他人 给你带来的一些东西的话 你尽量的不要去去听 你一定要有自己有个判断 然后不要随便去 就是不要随便去答应别人 除了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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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给你就是 像曲部啊 他们啊什么 哎呀我特别看你那个老乡 我也是太够呛了你知道吗 你那个老乡说句实话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真的和小小真的是天衣无缝 我跟你说 两个一唱一和 真的做得特别完美 所以说你看你每一次你被他们两个搞得团团转 你也没办法 我们很想联系王妃 但是又联系不上 只能在直播上啊 或者是看你们短视频 是不是 我每天我都一直在关注你们 一直都在关注你 就是你们都是 你们都是应该认识我很久了的 我也就是 我我跟你说 很多家人吗 从王妃认识你的第一个视频 我都一直关注着你 你太可爱了你知道吗 而且你很讨人喜欢 而且我跟你说 王妃在我们的面前 她说过 她说阿梅这个姑娘太难找了 她说她是她 她是这样子跟我们说过的 但是你不在 她跟我们说过的 她说阿梅这个姑娘太实在了 而且她又太好了 如果她 在外面再找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的话 太难遇上 你知道吗 所以说她也很想抓住你 知道吗 你知道那一次给你 那一次给你 就是送花给你的时候 是她 她是亲身布置的 后来 有很多东西 你没有同意 其实 我们大家都能够猜得到 但是也非常的遗憾 但是呢 你也没有做错 这些都是考验 你知道吗 所以王妃那个人 值得你托付 知道不 好好的 好好的抓住你 不要想到说我身份不如别人 所以说呢 我的感情就会降级 不要那样子 这样吗 那次是我自己也有自己的 没怪你 没怪你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 心里面想什么 她都跟她的家庭和她的生活质量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粉丝告诉你 一定要什么 一定不要服输 不管她有多么多大的钱 是不是 你喜欢的你尽量去追 除非她真的不喜欢你 那我们就放开 知道吗 一定要拿得起放得下 懂不懂 我作为你的一个粉丝 真的 你的好多粉丝都会喜欢你 因为你太善良了 你人不仅漂亮 你还挺善良 你知道吗 小小一直给我开视频 她开她的 她莫非就是什么 又想跟你说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 她跟你联系有很多 肯定又是王菲什么事情了 知道吗 就是 你有什么事在直播间说行不行 你有什么事在直播间说行不行 等一下哥 你不是跟别人在说吗 等一下哥我先把你换一下啊 行嗯 我在直播你有你有什么事在直播间说 好 先这样 上微信啦 因为我们工作也在一个公司嘛 而且上啊这些的话就 抬头不见 我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吗 家人 连麦要就有什么话就在直播间说对不对 我刚才是想在直播间说啊 在你直播间不是有人吗 我跟我家人说话的吗 我跟我家人说话的时候 刚才有什么好说的半天说不出来 各种东西的 你你你你你刚刚发信息一直说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怎么了 你他刚才我要说的时候我让你把那个那个人 拿放下去你挂了你又不挂 那是我我家人我我聊一下 你你家人你家人 那王飞哥重要还是他们重要吗 都重要啊 你这话问的什么叫我 那王飞哥重要的话你就听我讲事情啊 那你说嘛你说嘛 你王飞哥怎么样了吗他家里面 今天王飞哥他不是回家里面跟他爸爸妈妈商量他要退股的事情吗 我知道我知道你肯定也知道 然后本来晚上是一起吃饭的 他饭也没吃 他们家里面大吵了一架 他爸妈是不同意的不同意他退股 还骂了他 说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一天到晚的 这么多点努力 现在不知道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把他骂惨了 说什么如果他退的话他们就不认他这个儿子了 饭也没吃他们现在也 为什么啊 嗯 就王飞哥走的话他们这么说吗 对 阿姨这么说吗 对 而且还说了让王飞哥不要再跟你联系了 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说本来因为这件事也人家阿姨也说了 他说人家小小在公司里面上班很正常呀 你凭什么就说为什么 因为阿梅什么的就 要不我在要不你跟他在公司要不我在公司 就说没有必要因为就因为这个事情退股啊 然后他爸妈也很生气 我都劝了他们好一会儿 他们今天属于是大吵了一架 你现在闹的阿梅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闹的 他工作工作不顺利家里面回去又吵架 王飞哥是不是现在都还没有给你发消息吗 他是不是之前说如果他给家里面说了要给你发消息 现在都没给你发 那应该是还没有说完吧 不是没有说完他他现在可能一个人心情太差了 阿梅如果你是真的想真的真的为王飞哥好的话 你能不能就回去了 好吗 好吗 好吗